台湾为中小企业大聚地 世界前百大企业技术研发必有台湾参与 然而代工已无法满足台湾人 对于制造突破的渴望 拥有自己的品牌 已是一大趋势和未来 我们四合化创立大概于50多年前 刚好有机遇碰到压醋类 然后还有塑胶类的产品 我们公司当时也是全台湾第一间 第一间专业的异形压醋厂 在一个机遇之下的话 我们公司发现到一个塑胶地砖 这个塑胶地砖当时的话 在市面上的话 几乎只有以印刷为主 或者是以贴皮的方式 它的缺点的话就是 印刷跟贴皮的话 非常容易刮伤或者是磨损 它的色调非常单调 而且没有变化 那我们因此想说 我们是否可以结合印刷的方式 它比较活泼然后比较多样化 然后又结合后心的方式 比较耐用又耐磨 发挥台湾人特有的执着与完美性格 为了达成理想 努力研究 终于得到成果 算是得到的第一个专利的话 就是所谓的造纹机 这个造纹机的话 就是在塑胶地板上面的话 它可以制造纹路出来 除了技术得到了各界认证与经验 独步研发的造纹机 也得到了中国专利 并且将开始让更多人分享此技术 目前的话在市面上 大家所看到的 只要是透心的地砖 不管国内或国外 也都只是只有单摄 也或是插摄影在上面 我们的专利技术的话 是算是独步全球 就是我们才有办法 做出一个采纹的方式 挑剔的态度颠覆传统技术 再加上了解台湾民众 普遍于居家地砖之烦恼 例如避癌 发霉 潮湿 变质等 雅热带气候 耗发状态皆一一被克服 因为我们是以高分子的方式 所以它自己本身的话是不吸水 不吸水之下的话 那也就是说 就算你淹水 你整个把它泡在水里面的话 它自己本身也不会脱落 进了两三天之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木板后面整个已经透进去 湿了 不过的话 我们的壁板的话 整个来是整片是黏在上面的 完全不会脱落下来 一体压出成型 纹路流畅透底 比传统塑胶地砖拥有更多色彩 甚至无限的选择 方便客制化 纹路跟颜色全部都制造在里面 我们是以完全随机的方式 像这些设立的话 有长有短 给长的短的放进去 什么时候会碰到哪里的话 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是完全让它以随机的方式 就像木头在生长的时候 它出来的纹路 可以可能长可能短 你不可能找到两块是一模一样的 PVC可对折之特性 也可以方便替换 特制的卷材方式 让建筑业可方便作业 自己本身的产品的话 有个韧性在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不容易折断 如果说我觉得这一块不好的话 那我想要把它换掉 那我只要把这一片 撕下来就好了 撕下来的话 它不像普通的壁纸一样 撕下来这一片就完蛋了 我觉得的话 可能换一片 可能说我换个位置 然后我只要再把它贴回去 它自己本身的话 就要恢复原状 卷材的方式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做成无限长 或者是客户需要多长的话 那我们客制化的方式 放它多长然后就裁成一段 环保PVC材质制成 经SGS检验 无重金属含量 高耐热性 符合CNS8907规范 特殊硬化处理 展现高耐磨性 表面涂料经过耐酒精 耐酸碱 盐水 冷热 硬度 M1K擦拭等严格测试 另外更强调环保与无毒 使用的无毒塑胶是完全无毒 它是属于食品级跟医疗级的塑胶 我们因为没有贴皮 所以因此的话我们并没有加本在里面 发展符合收费者期待的多供用性地砖 并取得专利 成功发展亚洲同业无法比拟之技术 没有自己的品牌的话 也很难在这个竞争的市场上面生存下去 那所以那也是为什么我们只要致力于发展 我们自己这个新的产品出来 专利技术独步全球 彩色世界缤纷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